1986年10月16日 刘伯承元帅追悼会的现场 他的仪容被镜头捕捉下来 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他躺在鲜花绿植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代表着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 鼻挺的线条透露出军人的威严 戴着那副熟悉的眼镜 眼镜下是一双深邃的眼镜 他的面容板如沉睡一般安详 好像只是短暂的休息 周围的老战友们一个个神情宿目 默默地走过他的身旁 他们看着刘伯承元帅的遗体 思绪万千 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悲痛 原来就在九天前 刘伯承元帅离开了我们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结束了他九四年的光辉人生